继续,塔吉尼导学第三节 上一节就是说unicircle 我现在画四分一个的特够 这个就是正正的四分一个 这个是零零,这个是一零,这个是零一座标 现在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这里一般来说我们有九十度角 由零去到九十度 如果你计算的情况下 你就不会计算所有的三个形 因为你很难去理解 那么我们用几个重要的角度 去令到夹角,辟格 令到这个数学是合理的 通常是什么呢? 就是零度,三十度,四十五度,六十度,九十度角 其实是什么呢? 四十五度角一定是一半一半 就是分三分 那么九十度和零,即是没有任何全部 OK? 以四十五度角为例 这里是一,这个是直角 这里是四十五度角,这里是四十五度角 这里是四十五度角 这里是一,这个是直角 这里是四十五度角 那么,X和Y和Y 其实X和Y是一样的 因为四十五度角 那么X2加Y2就等于一 而X2就等于一 X2就等于一半 X2就等于一半 X等于一平方斤 而因为平方斤 所以这个作标呢 X2就是平方斤2 X等于一半 X等于一半 所以X和Y就是平方斤2 合不合理? 合理吧 好了 这个六十度和三十度 有什么这么过瘾呢? 就是这么巧 四十五度角 四十五度角 就是以角度来说 就分了中间 但是三十度和六十度呢? 就是三十度和六十度呢? 就是三十度和六十度的反转 刚好X座标或者Y座标呢? 就是一半的 很可爱 很可爱 如果这个是六十度的 这个交叉是六十度的 那它的X呢? 就是一半的 同样 如果这里是三十度的 那它的Y就是一半的 所以 如果很快地行一个数学呢? 就是这样的 X2 以三十度为例 不就是 以六十度为例 加Y2 等于1 那就是说 二分一的平方 加Y2 等于1 二分一 乘回二分一 就是四分一 那就是说 Y的Square 等于1-四分一 就是四分三 那Y等于平方根 三 平方根 三分四 四分三 除平方根 就是等于平方根三 over二 因为平方根四 Square root of 4 就是平方根四 等于2 那好了 说了一大堆 那是怎样呢? 就是说 它的座标 长度是这么多 也就是说 它的长度是这么多 所以 因为三个人的内角 总和 等于八十度 所以 如果我真的 写一个练表的话 令到 X和Y的角度 30度 60度 45度 60度 60度 90度 以X转的角度 以X转的角度 来计算 0度 X就是1 Y就是0 90度 自然就是X是0 Y是1 45度角就是1 over root 2 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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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半 90度 一半 以前我也是这样写 这样过日子 那就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为什么呢? 二分一就是多少? 7.5 OK 平方斤2 就等于1.414 所以 平方斤2分到0.707 有点奇怪 是什么呢? 那 平方斤3 over 2 所以 在 有几个数 我们特别要留意 就是 45度角 30度 60度 0度 90度 把它分开几份 其实原理上就是 你把一个四分一的圆形除开一半 就是45度角 还是把它除开三分 是的 那 其实想带出什么的信息呢? 就是说 圆形 其实 里面包含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在一边 而直角三角形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力 每一个力 都可以把它拆开两个部分 就是一个直角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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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 把任何东西拦开一个直角一个角一个角一个角 出來的話,是會比一少的,很明顯,一定會比一小的,因為一是最長的,那斜長邊 即是說,以目標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如果你能夠利用圓的運動去食住一個角度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硬食所有的來力,即是接下來的敬力,不需要全部吃光 你只要抓到一個角度,找對的角度,譬如說,其實在30度的話,其實有一半是只有一半那麼多 如果你是用45度角去切入的話,你就要承受七成的力 如果你在選對30度的話,你就可以吃到一半的力 如果你是60度的話,就是八成多的力 那你把它拆開了兩份的時候,當然你的角度越少,越隔 你能夠化到的力量越多,因為它那個XY部分,比例不同了 但是同一時間,你的圓周的行程短了,你的反應就快了 即是說,如果你反應夠快的話,其實你可以將這個夾角夾到很小 就是令到其中一個部分的那個的力量,減到接近零 輕輕放一放就行了,如果你硬打橫吃開它的話,其實你跟它硬陷 所以,在我理解方面,我就會這樣去尋求 就是,如果對方通常都是兜口兜面向前中你一拳的話,你就利用圓形的運動 起碼是水平線,還未說你坐腿的時候,你由公步變坐步 這個XY的圓周,你單純用這個水平面的圓周,就已經可以吃到一部分的力 如果你試想一下,如果將這個平面,即是由公腿變坐腿 再同一時間加上鑽化化的時候,你就將兩個圓周搭上的力 一起同一時間化了一道力 那你就可以將它的,我們稱為那個component,即是那個力的組成 就是一個圓形擦散它,只是用你需要的,其實它只要打不到你就可以了 在這邊飛過來的時候,你只要擺斜它,打不到你,就已經完成這個化的動作了 那我用水平面再加直面,水直面的圓周運動,穩正一個甲隔,可以令到它打來的其中一個部分,擺開 因為它可能是100%,我只是它的,可能是七成,即是它打我七成 那我跟它硬碰硬,我0.7,我只有七成而已,它的100%我是不夠力打的 但是它100%的話,其實它有部份是50%的 這就要通過訓練了,這個是我所認覺得的,我不一定準確的 就是希望將利用這個數學去應用在太平面裡面 那這個當然,現在這個是我的假設,還有就是,只能夠講二層 平面,平面都還未講立體,還有我只是講一個關節,就是一個原心 如果我坐腿,即是我的腳筋的關節,成為一個原心 然後這個圓周運動裡面,我的胯再放一個原心 跟著,再在肩這裡再放一個原心,再用爪這裡放一個原心 那我就將幾個不同的圓形的力,圓形的運動放在一起 去增加我的速度,圓周率,甚至乎當是一個滑輪 希望可以慢慢組織到一些想法,如果你有不滿意的地方 你不同的地方都歡迎留言,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給點支持我,訂閱我的頻道,按一下我Like Facebook 好,我介紹一下給朋友,如果你在Cini的話,歡迎你來上課 我去Hornsby區,我又教文靈家拍譯,中式氣功,Rakie, 一些伸展,一些圓位按摩,或者一些簡單的智慧術 好玩的,我再看看,在這個題目,太極權之科學 看看有什麼可以發展一下,太極權之數學 看看有什麼可以發展一下,因為我覺得,既然是一個肢體的運動 一定是物理學所成立的,既然是做到化徑,四兩半千斤的話 即是說一定是有一個道理在這裡,既然有道理在這裡 就一定是可以用數學和物理解釋到的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物理學家,我只是認識皮膚的數學 希望在我有能力的範圍之內,開始建立一個架構 如果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大家玩一下,這個數學也是挺好玩的 好,歡迎,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 好,歡迎,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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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多謝大家